第461集 夜晚的神城并不寂静 大街古巷都有行人 悠扬的乐声从各殿雨中传来 大街旁 宫阙数不清 金碧辉煌灯火通明 放眼望去 光滑闪烁 歌声悠悠 飘渺而来 动人心惊 让人沉醉不已 圣城是一个不夜城 一片片宫殿 升华缭绕 锐华绽放 一片如猛似幻的景象 圣城 有大半人都是修士 怎么却如此的奢侈 不像是神徒 倒像是让人沉沦的魔城 修士也是人 而非绝情的仙 都有七情六欲 这是修士的神城 心灰垂落 月色如水 整座圣城 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薄纱 一片的归美 歌声语 琴曲 轻轻明动 芬芳的酒香 从天空飘来 一片宏伟天空 璀璨多目 灯火通明 悬浮在大街旁的天空中 好酒啊 绝对是千年陈娘 绝是美酒啊 李黑水 仰望天空中的那片九雀 露出沉醉之色 恐怕是有大人物在这里 宴请贵客 大人物也如此高调吗 叶凡惊讶 李黑水摇了摇头 这不是高调 高处不胜寒 先路望不进 为什么非要苦修 修炼之道 诸法万千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 有人就是在红尘中度自己 尤其是那些大人物 到达一定境界 就不一定要闭关了 不少人历经五色 重入红尘世界 寻找突破契机 叶凡露出亚瑟 你知道的道不少啊 这些不是我的体悟 是几位大寇爷爷说的 我们看这红尘还是红尘 他们看这红尘 可能亦是仙计 不同的人 不同的道 入目不同的景 确实是高啊 境界的问题 原来我眼中的浮华 在别人看来 可能亦是仙计 又或者以化为生动的净土 其实啊 年轻一代中 也有人找到 这一精神境界 在万丈红尘中 独自误我之道解 什么人啊 不知道 几个老爷子没有说 不过我想 也只是精神境界吧 真正的实力 不可能有那么高 不然的话太吓人了 几乎不可能 李黑水摇头 高空中呢 宫阙飘浮 灯火炫烂 酒香浓郁 隔空飘来 醉到人的骨子里 丝竹月耳 歌声动人 多半是 圣地的太上长老鸡人物 在宴请一位大能 李黑水做出这样的推测 今天我们去庙宇案 下次我请你来 这醉仙去 也吐血浮射一把 在这里宴请 血浮花费多少元啊 品阶难定 最下等的酒宴 价值十金元 极其奢华的鲜艳 动辄血浮花费 数以万金元 甚至更多 无法衡量 叶凡听到这些话 顿时倒心冷气 这也太奢侈了吧 一顿饭数以万金元 这吃的是什么呀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 龙山 神皇痴 这些东西光听名字 你就该知道 多么的珍惜啊 甚至 有让大能 可能发生顿悟的 悟道茶 叶凡张了张口 真是一枕无言 好长时间才说到 这醉仙去 到底是何人开的 北原的黄金家族 来头大的吓人 圣城 共有八大九家仙去 他足以排进前三名内 哦 等我将各大圣地的石料 席卷干净好 天天请你来这里吃鲜宴 鲜宴 唯有圣主宴请大能食 才会偶尔一开 我们还是别多想了 神城的夜晚 真的很不一样 沿着古道的大街 一路前行 宫阙成片 仿若来到了仙界 如梦似幻 前方 一片晶亮 妙玉湖在夜色下 温润如美玉 闪烁蓝光 似一块巨大的宝石 湖岸边早已站满了人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全都在翘首一带 这里的夜景 还真是不错 岸边的各种花草 都在闪烁霞光 与晶莹透亮的蓝色大湖 焦香灰影 如一片室外神圆 银白的月光洒落 湖中十几艘宇宙轻飘 各自立有一名利人 一群飘飘 玉笛悠扬 像是从空旷的室外净土传来 抵挡人的心神 更远处一艘艘龙船凤阁 全都在流转五色光辉 在夜色下显得很迷蒙 而大湖深处的天空 更是归礼 一片片穷楼玉宇若银若现 被夜色与雾气环绕 晶莹闪烁 真像是来到了仙宫 妙玉安好手段 让风月都如此圣洁出尘 自然他们经营的风月地 神城内少有人能挤 万有水月小柱广寒雀可以相比 许多人都应该明白是这么回事 为何趋之若鹜 连诸圣地的传人都不能免俗 那些传人心肩如铁 并不一定是动心而来 风月而已嘛 这倒也是 妙玉安需要未来圣主的支持 诸圣地传人一想见是东欢最美的女人 却也难说 毕竟安妙依不同以往的安主 仙子无双 这样无缺的女人 说不定真的会让某些传人沉沦呢 你呢 我 能抱的美人归 当然妙极啊 你这个家伙 千万别沉沦 确实要小心 尤其是你小叶子 小小年纪 新智部怎么坚定啊 没见过这种场合 别着了道啊 叶凡有些无言 你别不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以前的妙玉安主 让一些圣子与荒谷世家的传人都沉沦了 更何况 这一代的安妙依 为浩瀚东方最美的几个女子之一 所谓之一 也是谦虚 恐怕 就是东方第一美女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风月最高不过人心而已 她若送来色身 我尽管收下 还能有什么呢 你千万不要小区啊 你如果这样轻视的话 真可能着了她的道 李黑水难得的露出郑重之色 他们这一脉除了底蕴外 真的不比圣地差多少 功法很诡异 防不胜防 他们到底修的是什么法 难道看比古经不长 新年 他们有古法道家双修神功 近期我才得知 千余年前 他们得到另一部新法 据说是西末的佛教秘典 如今佛道双修 被他们演绎到一种神妙的境地 双修 这样一行 叶凡虽然听说过 但不相信这样的修行法门 一会儿啊 你就知道了 佛教 叶凡 叶凡摸了摸下巴 没有再多说什么 忽然 丝竹齐鸣 歌声优美 在夜空下缭绕动人心惊 奴家 安妙依 天籁声音传来 安妙依终于出现 她如广寒仙子 在夜月下空灵出尘 白衣飘飘 飞向一艘花船中 那是一艘五色玉船 堆放满了鲜花 锐侠点点 载着她进入大湖云雾深处 有人不解 这什么意思啊 肿头洗来了 想过去一堵芳荣 只能花园了 湖岸边顿时沸腾 很多人争先恐后的上前 购得玉舟 向湖中滑去 一片喧嚣 叶凡与李黑水上前问了问 所需要的员 昂贵的离谱 让他们都择舌 可是 很多人都不在乎 只为了 能够近距离的 与安妙依相见 不就是一个安妙依吗 至于如此吗 李黑水都有点无言了 连玉舟都买不上 可谓天家 但是 有缘的人真是太多了 皆是一致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